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同女友房心仪 女命友江玉昭 鼓吹民众只要当人头办理房贷信贷 每个月轻松赚钱 但一切都是骗局 现在一笔出来头 刚开始是确实也都很稳定的 就是有给利息 用人头然后贷款用房子 然后借人头来带房子做二贷 或是投资他们业店啊 或者是什么王老级的事业那种 A小姐总共投入1400多万 现在去连一毛钱都逃不回 主线三人创立立丰实业公司 和同身管理顾问公司 打出保证 月利息1到3%当噱头 才4年多的时间 吸金超过7亿 业务部门也大有来头 干部当中有多名消防员 警官和护理师 主要是安排的一个是 全身的消防员都被受害 才能从头到尾的那个消防员 从每个队都会 就会拉人 是吧 许恒睿 吸金手法有三种 第一由被害人当人头 申请房贷 拨上来的房贷给公司 公司再付被害人一趴利息 第二种被害人申请庆贷 和公司签合作契约 银行每个月汇款给公司 被害人可以拿到1到2%的利息 第三种是自由选择借贷款项度 把款项借给立峰使用 也有利息能拿 我人生第一个梦想的方子就被他们 就因为他们的时候就没 没了个脚 而且我会担心 其实我还要两脚 我一个是薪水三万多款 要我能够带 用个通信带 其实真的还蛮醒的 许恒睿曾是新北市系纸分局 刑事组副组长 觉得投资比当警察赚得多 持续紧直工作 但劫心该败 去年7月台北地检署认为 许楠等三人违反银行法 将他们起诉 认罪银行法 可是诈欺部分 他们就不认 但是需要我们的幸福钱 时间以前都拿回来 对于被害人指控 我们囚证许恒睿等人 手机不是关机 就是已经停话 三名主贤目前已招保候审 但共犯们却没有被咒责 受害者实在难以接受 所以肯定是两人 可能会在背中 但是他们都不会得到